很久都在跟中国大陆来缴力 救援日本今天都宣布了 要限制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 扩大到23项 应用面的广泛程度超乎预期 全面围堵中国大陆 美国超强联盟再出招 日本31号宣布 限制出口到大陆的半导体设备 要扩大到23种 应用广泛程度超乎预期 7月就要生效 夹缝中求生存的南韩 则拼强化实力 在国会跨党派压倒性支持下 韩版晶片法案30号火速拍板通关 细看重点 全都摆在加码减税奖励投资 大企业投资半导体 从可减税8% 将近翻倍到15% 加码投资晶片业 还可以额外再有一成 也就是说财团和大企业 最高可以减税25% 中小企业则从16% 扩大到25% 韩国经济研究院所就预估 这将替企业多充实2.5兆韩元银弹 南韩其实对于IDM这种大厂 其实他们的竞争力已经非常强 但南韩的IC设计厂商 通常都是一些比较中小型 是有意要扶植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算是对南韩对症下药 地缘政治之下各大国都把半导体列为国家战略政策 反观台湾似乎差了一大截 谈补助也不到位 因为看看目前仅有的台版晶片法案 其实只是产业创新条例里的其中两项规则 虽然寄出资本支出5% 研发最高有25%的补贴 但是要求条件门槛太高 符合的半导体厂商并不多 我觉得晶片法案里面 如果真的要缠到补助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把人才养成对台湾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 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基地 半导体车评赛已经不再是公司对公司 而是拉高到国家和国家间的竞争 台湾除了选对阵营 也不能忘记继续提升实力 才能巩固领先地位 东森财经新闻 许千 吴博为 叶子晶 台北报导 然后交战